四月,善心真邪,机性可当万善 这是依据经典理论来说的 为什么呢?善心真情 真心没有分别,没有执着 你今天讲座三千庄善死 一万庄善死,十万庄善死 都从分别执着里头变现的境界 你还是有范围的 如果是真心去做呢 真心没有戒心,没有分别,没有执着 极小的善也变虚空发解 很少人懂这个道理 所以菩萨,极微细的善 那个小善,它能变得无量无别 变成大善 世间人往往,你像了凡先生 给徐一万庄善死 做得那么辛苦,小善 为什么呢?你没有脱离妄想分别执着 换一句话说 有妄想分别执着 它行的善有量,有限量 如果离开妄想分别执着 它修的善,极小的善都没有限量 变成无量无别 所以说一行可当万善了 这是对他讲的 其实一行是无量无别的大善 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 所以脱开心量的 非常重要 我们在世间做的这个善事大小 与自己心量有关系 心量越大 小型变成大善 心量要非常下小 这个大型变成小善 这个道理不可以不懂 感谢观看